就是 费城市继孙家两百多年的封地 人口最多 也最富庶 龚山兄一个人占了 胃口是不是太大啊 滚蛋 对 龚山兄啊还是守在徐府号 费城啊 按照人口和土地 应该分成三份 怎么能一个人独吞呢 现在我的门客天天抱怨 季孙府不养活了 总要找座城池 助手下来才行 不如我占费城 每年把赋税分成三份 如数奉上 你感觉妥当吗 不妥 季孙家哪还有城池可以分了 你呀就还是在徐府 牢牢地守住君上 龚山兄呢就守住那两个老东西 书孙梦孙 你来干什么呀 三位是想把鲁国拆临了卖掉呢 还是想在鲁国 干一番千秋大业呀 请讲 其实你们要分继孙家 很简单 书孙和孟孙本来就不和 只要大面上过得去 他们绝对不会出头闹事 我倒是觉得呀 应该把继孙家的钱财物力 集中到一起 三位共同执掌 三位只要手里有钱 身后有兵 驻守在城池上 想废掉军上 只不过是一封书信而已 何必在这里争来争去 什么叫争来争去 我生在这长在这 让我离开这那是万万不行的 叔孙大人和孟孙大人 给他们一些钱就行了 他们不管还有谁管呀 切尸分 万一齐国出兵怎么办 分道的城池不去管理 这民心还是会向着继孙家的 到时候大兵压境 谁替你们守城啊 祝福城 舒服是舒服 可是它只是一个纸糊的壳而已 你算老子 你是谁家的家臣 我不是家臣 我是阳虎大人 好了好了 还有什么好主意 赶快说 既然三位大人 都想驻扎在祝福城 那不如我替你们去掌管废场 只要城池在民心在 就算祝福城保不住了 那三位也可以足作一方诸侯 其实很简单 原来继孙家定的赋税和丁义都太高了 减少一半 过几年再慢慢提回来 谁给老百姓饭吃 谁给他饭好他就听谁的 我保证 在五年之内 给你们训练出一支精兵来 就拱卫在祝福城外 保证三位大人平安无忧 怎么样 这儿还有一个等着当城主的呢 滚 好了好了好了 别自作聪明了 赶紧回家去吧 要缺什么东西到厨房拿点 你太过了 只成招给我一座城池的 我们三个都不够分 我拿什么给你 好了就是说了 我还替你们带过 去吧 你烦死了 你 想和我们一起分祭孙家吗 出去吧 少政保大人 我听说过你的名字 可是没想到 你和杨虎大人 还有这么沉关系 回去吧 杨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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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回来 回来 祭孙大人要想建兵 我可以跑入他 杀鞋为盲 若违背誓言 天诛地灭 观察 许孙二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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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刚才演现来报 说纪孙司一下朝 就去孔大府那里了 笑 想要拜师学医呀 也好 孔夫子教的那些学问 能让人变得老实 学学也好 听说邵政卯出城了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去哪儿了 扶我 去 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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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继孙大人的意思 抬起头来 你是 鲁王上次卖掉的使者 为君上的话 然 借兵评判 这是邦交大事 单凭这封书信 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信者自来 尊使一路劳累 请先休息 这件事情明日会有答复 前面就是屈腹城 跟我进去杀鲁国国贼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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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陈国和魏国的将军 奉国军之命前来平叛 叛臣不是已经逃走了吗 他们为何还在取服 回奏鲁王 兵士们走了一个月 攻了三座城 总该歇歇脚 补点军需了吧 难道替鲁国除了叛臣 还让我们掏军费吗 就是 自然不会 自然不会 两位将军 现在驿馆歇息 军上随即召见 宴请大家 士兵入城 惊扰百姓 将军能不能将军队 调出渠府 军粮军械 很快就云王大赢 请军上先回殿歇息 齐晋 蔡臣魏宋 六国的军队都在 但让我们退出渠府城 那不行 魏国虽小 也帮了鲁国的忙了 有什么好处 不能少了我们那份 我们 做事冒事 两位贵国使臣 千万不要身责 赶走三只恶狼 又引来六条老虎 费城还在 公山不牛手中 杨虎和众粮管 也逃到了阳城 这三个国贼不除 鲁国不得安宁 还望众位将军 能一鼓作气 替鲁国彻底除掉三贼 那先要禀报我们军上 费城位于齐鲁交界 费城不稳 与两国均为不利 这件事情 还是要多多引众齐军的 齐国攻下费城 鲁国应把费城 交于齐国一百年 我们千里迢迢渡过黄河 倒替你们齐国见便宜 靖国出兵不出力 打仗的时候你们在干什么 你说什么 二位将军 二位将军 息怒 息怒啊 费城的事情 以后再说 把三个国贼赶出渠府 就已经去除了心腹大患 哎哟 你们鲁国军队 既不住战 也不掠阵 真是礼仪之邦啊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笑啊 笑啊 你们笑得好啊 路过是周公之志 军队是由各家家兵争起来的 却谁也不肯为国效力 哈哈哈哈哈哈 却谁也不肯为国效力 哎大人 大人 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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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其孺的兵和卫國的兵打起來 什么呀 快 快跑啊 大人 那邊 快找 快跑啊 快跑 快跑啊 快跑啊 好 六合军队又来了 好 快点啊 好 六合军队又来了 快走啊 快走啊 六合军队又来了 快跑啊 快走啊 打死你 束手 别打了 别打了 谁叫你打的 打什么 打什么你 没有命令 不准进城 谁让你们进城的 都应该把你们 送到你们主将那儿 每人打五十军棍 让你们走 你们没听见呀 那给我滚住去 你们这些当官的 害得我们没法回家 打死你 你们想干嘛 想干嘛 要造反啊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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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唉 哈哈